在太阳下晒面线 数十年来坚持手工制作 在廖内巴银亚比市还可以找到一家手工面线工厂 1936年来自中国泉州的吴氏面线师傅 举家来到印尼定居 开始第一家纯手工制作面线 80年来除了春节之外 他们全年无休 在平常日子 他们每天制作手工面线 我们这个事业是我父亲这一代开始的 我父亲是从中国农村来的 大概是在1936年这个年代来这个 这个白眼这个地方 起初他们来的就有几个朋友一起合作 来开一间这个小小的桌面的 因为我们那个家乡是做这个面线的 刚拉好的面线需拿到屋外再拉一次才能变得又细又长 面线是华人生活中极为常见的民生用品 更是华人在喜庆节日里必备的美食之一 75岁的吴传水是这家手工面线厂的店家老板 小时候他从父亲身上开始学做传统面线 直到现在他不断地继续保留这种传统记忆 让手工面线一代一代传下去 大爱新闻印尼报道